你的生命有顯出這個好的行為 跟好的見證嗎 你說的教導 你教導話 教導師事 你教導的所有的教導裡面 這一個東西當中 你有活出你所教導的東西嗎 所以重點是 他強調的是你的行為 有沒有活出神的心力來 這個比較重要 那你說的跟你做的 言行有沒有一致 所以他在跟你講說 在講這一個說你的行為 你如果有好的行為 你才可以成為好的教師 要不然的話 你要當教師是要很有責任的 你要有擔戴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也是 其實這句話也在問所有的人 我們是成為基督徒 那有沒有人在你身上看到 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當中呢 你有沒有顯出你是基督徒的身分呢 你有沒有顯出你基督徒的生命呢 這個也是在反問你 雖然這在講教師 但是我要說不是教師的時候 如果你是基督徒 那你有沒有把這個身分顯示出來 別人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的生命就像基督徒 有些人你有沒有發現 在我們生活當中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人看起來 他說他信耶穌 可是他所有的行為 你看起來就是一檢視 這個行為跟這個基督徒 跟神的身分好像是覺得 有很大的問號有沒有 我說啊沒見證 有沒有聽到 這麼沒見證 我聽到這樣 這個人好有見證喔 我上次講說那個 高俊明剛過世的牧師有沒有 哇你一見到 你跟他在一起就覺得 哎呀這就是生命的見證 所以很大的不同 非常大的不同 那我們來看看 這裡在講到說他在講到智慧 智慧他是說智慧有分兩種 一種是屬天的 一種是屬地面的 一種是從上頭來的 今天我們講主題就是 從上頭來的智慧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分辨這兩個 就好了 你只要好好分辨 就是說你我的 我的生命到底我是屬地面的 還是我是屬從神而來的智慧 你就看我們今天主要是 他有討論的這一塊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喔 他說如果是屬地的 那這個就是這樣 他是屬於魔鬼 從撒旦而來的 從蟲體而來的 這樣的一個智慧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你就是 會把你的生命交在 肉體的掌控裡面 你就放縱你的情慾 當你放縱情慾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怎樣 滿足在罪惡裡面 所以當你放縱情慾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是沒有界限的 因為當你要滿足的情慾 肉體的情慾的時候 或是順著自己的私慾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就偏的神的道 然後就往自己的 就是最後的過程裡面去很容易這樣 而且呢通常在屬地的智慧裡面 我們才會為了某些事情 需要去不擇手段 需要競爭 需要奪取 然後把神的道這樣 疑膽的甚至說法話的 沒有說誠實的話 另外你為了要達到目的就是不擇手段 我跟你講這個過程應該 大家都有經歷過 那個做生意之後也是說 為了奪取利益也是不擇手段 那樣的東西 所以只要是屬地的 通常怎樣會惹事生會擾亂 還會做盡各樣的壞事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怎樣 它裡面有很多的忌妒很多的紛爭 那這個忌妒跟紛爭是很苦的 那這裡再講到那個忌妒跟紛爭 我們再說一下這個忌妒 其實它原文裡面 它有一些熱心的意思 可是我後來再去查 那個忌妒裡面事實上是 比較像是比較不好的忌妒是 我有的你沒有 那你有的我沒有 那我就怎樣 我就忌妒你 通常我們在現在的過程 已經慢慢的轉到這個過程 那你想那時候 教師的人 做教師的人 通常當時的權師跟地位都比較高一點 所以呢 我相信那時候的薪水 是不是 應該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跟財務地位可能有關係 那又可能另外一種情況是怎樣 因為當教師的都會論證 神學辯證 所以大家都在口舌上會給他爭辯 其實我們現在我在聖學院裡面也是 各個神學家 你看我們所有的讀神學家裡面 你會發現我看的才是對的 你看的才是對的 那這個聖學院解讀是這樣才對的 其實我在這過程當中 我也是看考很多個書的 每一個人講的都不太一樣 我都不知道要聽哪一個才對的 也是很 就是在真理上 每一個人所看的 所詮釋的 跟所感受到 所領受到的神的靈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分辨 這個過程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我也覺得自己也是會擔心和害怕 所以我每次在做教育跟教導的時候 我也會發現說 我到底有沒有教 就是在過程當中 我分享了一點 我到底是不是神的真正的心意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實在是 戰戰盡盡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這個也是當時雅各 要跟這些老師們說的話 這些老師們他們本身 就是要有這樣的一個好的行為 好的善行 你才能夠當一個教師者 所以他也在說 你們不要這樣當老師 不要做多人的師父 不要這樣子 而是你要想看看 你的行為有沒有活出 你對神的信心 有沒有什麼智慧 你有沒有活出來 而且所以你就不要分爭 那分爭通常都因為 為了隱私 為了奪利 或者是為了自己的野心 然後來爭取 所以這個是一個分爭的過程 那我們來看看現代人 這個是雅各蘇當時代的狀態 那我們現代人 還有這麼多競爭 這麼多的季度 這麼多的分爭 從學術上的教育界 哪一個學校的隊長 常常也會有這樣 競爭對抗拉學生 不是嗎 學術上 論證上 學派上 其實譬如說我在學智商學派 哇各種學派 都有各種學派的論點 他們都說他們自己是對的 大部分的人都會這樣 這個也是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相信 老師應該也有這個感覺 那財富上也是一樣 誰奪利的 就是爭錢財分配的 你看光家庭為了錢財分配的 在那邊爭 在那邊嫉妒有的人 就是因為瓜分財產的問題不均 然後就造成家庭失戀 這個有沒有 一堆 我在醫院裡面工作 常常為了財產爭了你死我活 那看病的時候 看病的時候沒人來看 但是要爭財產的時候大家都來 有沒有看到這樣 這個是很現實 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的 是財富的 地位的競爭也是 每個人都希望怎樣 站在高處 沒有人要站在後面那一個 大家都要爭那個位置 爭地位 誰要再往高處跑這樣子 民生也是 有些人有地位有財事的時候 就覺得民生比較重要 我要好的民生 所以他做好事情 他的目的是為了好的民生而做 這個都不是神的心意嗎 所以都不是 而且有太多我想 我沒有時間舉例那麼多 這所有裡面 包括家庭裡面 光兄弟姐妹 你比較疼誰就嫉妒了 有沒有 父母當中 你比較疼誰就嫉妒了 就競爭了 你會發現 這個的先生跟那個的先生 那個夢跟那個夢也是一樣 別人呢 別人的先生 別人的先生或別人的太太 都比較漂亮 都比較硬俊 然後就正好 然後奪取對方的 所以為什麼有何多萬異的問題出現 這個也是一個情感上的一些問題 不是嗎 這都是跟界線有關 季度裡面 常常就是有這樣的一個競爭的狀態 然後造成很多的紛擾跟困擾 所以你看做這些事情 一定有到最後的結果 一定是得到敗壞的結果 得到衝突的結果 或者是得到關係上的狠目 這些都不是神要的 這些都是什麼 我們今天剛剛所講的前面 全部都是什麼 屬地的智慧 全部都是屬地的智慧 所以我們不要放縱在這個 肉體的情慾裡面 跟苦毒幾乎競爭 這個地方紛爭裡面 這個都不是神要的 那我們來看神要的 後面才是重點 前面那個就是我們不要犯 後面才是我們要做的 他說唯獨從上而來的智慧 先是什麼 第一個是清潔 我來看看這個裡面 我要講的就是這五 這個六大重要的點 這個把它記好 這六大元 第一個就是清潔 就是從神而來的智慧是有清潔的 那什麼是清潔 就是說這個清潔是這樣 你不會帶入情慾 然後你不會迷失在這個情慾的罪惡裡面 你不會這樣 然後你迷失在這個地方 你沒有辦法自拔 也不會怎樣 放縱自己的情慾 然後把所有的界線全部都破壞掉 譬如說 父親要父親的界線 母親要母親的界線 你那個情感的界線要分得很清楚 就是界線跟角色分得很清楚 那你這樣的話 你都活在聖潔 活在純潔 活在神的那個聖潔的神裡面 你就可以這樣子 因為你是從神來的智慧 是希望是聖潔的 是沒有誤會的 那個情感也是聖潔的 是潔淨的 這是第一個 帶有能力的清潔的部分 第二個是什麼 要和平 他說和平的話 他是要你怎樣 人跟人之間是要和好關係 要和睦的關係 這個才是神要的 如果你是屬於地面上的 可能就是因為怎樣 為了競爭 為了嫉妒 可能就怎樣 讓那個和平的關係就破壞了 所以這個方法顛倒邊 顛倒邊 所以他說 只要和平的關係 你就不會產生對立的關係 我就會覺得你很好 你再怎麼不好 我都會用神的愛來愛你 關係就變好 不是嗎 我們看很多人不順眼 不是嗎 因為他不合我心意 我就看了我就討厭 所以我就會希望怎樣 你用我想要的樣式來活 可是你還是活在你的價值觀裡面 你的價值觀不是這個對的 所以我們仁常用我們自己的想法 應該我們就在學應該從 然後來論斷對戰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生命 很容易破壞的地方 那神要的是和好 所以要和平的關係 和平的關係 這樣說是第二個很重要 第三個很重要的是 溫良柔順 正在講的不是只有溫柔這件事情 而是什麼 比較重要的是什麼 他說你的心要很柔軟 願意怎樣順服神怎麼樣雕塑你 他怎麼樣改叼 怎麼樣跟你塑造 你願意怎樣 被學習被改變 你願意軟化 你願意聽神的話 你不要我自我為中心 你沒有自我為中心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溫良榮順 希望你的生命裡面 是願意被神改變的 你會發現有些時候我的心很硬 有一天我就永遠沒有說 我絕對不要信眼神 信肯定這樣跟我說 那我想他的時間什麼時候會到 你知道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繼續為他禱告 雖然他這樣講 但是我還要繼續為他禱告 需要時間 他神會給我們有機會 讓他魅力學習改變 因為一個人 他遇到一些事情他會改變 神自然會找他 有些時候不是我們在那邊 心高級沒有用 所以這個地方 溫良柔順是你的心 願意被神所標明 那個願意順服你的心 所以這個怎樣 溫良柔順有沒有重要 很重要 再來還講到說 不只是這樣 你從上帝而來的智慧 一定受到上帝而來的智慧 一定有怎樣 憐悯 一定有憐悯 那既然有憐悯一定有愛 在愛裡面有憐悯 所以神 從神來的地方是 因為神就是愛 那在愛裡面怎樣 就一定有憐悯 有慈悲 所以呢 在愛裡面的人 他不會去踐踏別人 他也不會去瞧不起別人 他會看重你 他會尊榮你 他會尊重你 他會信任你 這個憐悯是這樣的情況 是不了解 而且他寓意成全力 他寓意關係力 所以在愛這個 從神而來的裡面 是有愛 是有憐悯 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是蠻有憐悯 這是講到第四個 那第五個的部分呢 是怎樣 要多解什麼 好的果子 那好的果子 就是什麼是好 就是好數就解好果嘛 壞數就解壞的果子 那我要問說你們是好果子還是壞果子 我記得以前我看過馬街的傳記裡面 我講到一個故事 我這個故事我就印象很深 馬街那時候來到我們台灣的時候 就我在淡水那時候 那時候地好像很貧窮 然後他就開始種種種種種種種 對什麼種田 就是那個農產品那樣子 那他有一天就是 他們在種種田的過程當中 然後居民對他就是 一個是外國來的 這個很奇怪的人 所以呢就怎樣 對他就是給他很多的嘲諷 然後罵他這樣子 後來就怎樣 脫那個糞 脫糞 哇你知道嗎 你看一個好果子的生命的人 很不太一樣喔 當他潑糞 你看你被潑糞你的感覺是怎樣 你一定氣死的跟他大口口大罵對不對 通常不會有這種自然百命 自然的一個表現 這個馬街你看人家就是有神的愛在其中 他是好樹就結好果子 他的生命就不一樣 他就說你要潑錯地方了喔 應該不是潑在我身上 應該是潑在那個地上 因為地上需要怎樣 肥料啊 那你們應該把這個東西放在地上來 你看他沒有生氣 你看如果是你跟他有來比一下 你真的還是不一樣對不對 五星期一定 全身髒兮兮都醋死人了 一定是怎樣 很痛苦對不對 沒有痛苦那會就是算很那個對不對 而且你希望對方跟你要道歉 可是馬街有沒有他就說 你到處的地方 不應該潑在這裡 你應該潑在那個地方 比較OK一點 因為那個地方有需要 不太需要 你看 所以你的生命 如果有基督的心香在裡面 你所散發出來 你生命所想出來的 你口舌所說出的話 就能夠造作人 能夠怎樣幫助你 所以你看後來馬街就被接到 馬街本來是被欺負的 可是後來又被接了 這就是他的生命 他沒有什麼雕塑 他就結好果子 那最後呢 他講到一個什麼 有偏見的 假貌而善的 他說從神而來的就沒有偏見 不會怎樣對著怎樣厚恥若比 你比較好 你比較差 然後你比較差 我就不定力 就鄙視你 騎視你 便逼你 沒有 他說從神而來的智慧是怎樣 沒有偏見 沒有偏見 然後沒有講話為善 他就是根本在對待接納這個人 那神女是常常這樣子接納我們為 我們都沒有完全對不對 可是神接納我們 欸 神也要我們學習 既然神都接納我們 我們是他的孩子 我們被被教到這樣 我們是不是要等那個有破口的人 我們也是要去接納不是嗎 你看 所以這六個點 來 第一個是嗎 第二個呢 和平 第三個咧 溫良柔順 第四個呢 哪有憐憫 第五個咧 多點戰火 最後一個 沒有 沒有偏見 沒有假冒而散 這六個 從神而來的智慧 從善回來的智慧 那我們來想看看 你要不要常常要 就是也是我男的 其實我跟你講 每天都在交戰 你知道嗎 哪一天喔 你沒有神的話 在裡面 你馬上就有事 你沒有神在裡面 你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 就有事 因為你沒有把神放在你的心中 你要做處理 做判斷 做決定 一定會不一樣 真的有神在 跟沒神在 這裡會很大不同 而且你說出來的話 講出來的態度 也就是那個感覺 那個行為 那個很大不同 所以我希望說 當我們去處理每件事 以後你想說 我這樣做 到底有沒有何省心 你先檢視 你如果檢視你就知道了 第二個是 這個事情 如果這樣做 會不會造成 你神很多的紛爭跟衝突 如果會 那我們就不要 這是檢視一下 然後你到底是 自我的中心 還是神的中心 基地的中心 這個就是 你有分別跟你分別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做一個 我們基督徒每一個人 當遇到一些 關鍵時刻的時候 你要如何做決策 做決定做選擇的時候 我們要用這個來做選擇 那最後呢 最後 我希望 因為今天要快點結束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事情 你覺得 你有沒有辦法 活出基督的生命見證 你有辦法嗎 這是在告訴我們 這個是 我也在問大家 我們到底有沒有得出 基督徒的好行為 好見證 如果基督徒裡面 河熊那邊有計價 那好像不是 不是神的心意喔 這個基督徒怎麼充滿了 很多的基督徒 這個應該也不是神的心意喔 你會開始去解釋自己這塊 每天去想 你這樣做 放棄對不對 那我要跟你講 通常我們按照自己個人 很容易就進入這個壞壞 很容易 因為我們成為一個屬地的人 就會忍住 因為這樣做 就要來自神的智慧 所以我們每天要開始在想 我有沒有神的智慧 充滿在我裡面 那我要問大家說 你覺得你生活當中 你最欠缺的 你每次在那個點上 常常會跟別人有衝突 如果是 你願不願為神來改變 你願意嗎 這是丟給大家每一位思考 你願意 因為神的心意 從神來的智慧 而改變你 先生的決策嗎 我以前過去都這樣做 反正他這樣了 我就這樣去 可是今天我願意為了神 從神來的智慧 分辨說 我還要這樣做嗎 那我這樣做到底 對這個結果有沒有益處 如果沒有益處 那你還要這樣做嗎 還要質疑說 反正我就是這樣 有沒有 我要這樣 這個意思嗎 只要我喜歡 有時候不可以 有沒有很多人是這樣講話 所以期待我們每個人 身為基督徒 我就會想 我願不願聽神的話 如果你願意聽神的話 你就願意改變 如果你不想聽 你願意改變 所以 我們所有人都一定要報告我 我都覺得 永遠都不夠 我對人的堅囊 永遠都不夠 我對人每一個人的互動過程 你會發現不容易 我現在有一個心念說 我怎麼樣 在每一天當中 所說的 所想的 不是傷害到的 而是不夠別人 因為你 而看見神的能量 在你的生活當中 見證你是神的孩子 這是我們成為基督徒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從來自神 從神明的智慧 交往你 不管我們說 但盡拜的 但盡拜 有沒有讓你看見 你神在你心裡面 我看見 我看見 在你參加的時候 我看見有神 在你說話的時候 我看見你有神 有沒有看到這樣 這才是我們生命當中 很重要的 我見證不是 其道每一個人 有這樣的生活 有這樣的行為 因為這裡雅各書講到 是對教師們的教導 可是我要說 其實我們當中 不是每一個人都當教師 但是我們當中 每一個人都想要成為基督徒 雖然有一些人還沒有受洗 但是大家會來這裡 就是我們可怕有神 有心理神的話 也在我們當中學習 那我們既然願意來學習 花時間來學習了 可是我愈不愈改變 那就不可能拯救神的心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千非 好好學習 我現在都每一個人都在學 這個人 問他怎麼樣愛他 就想 神愛 要這樣愛他 好不好 愛這樣 然後不容易喔 這個不容易的功課 我常常都覺得 每天都有一些挑戰 這個人要不要愛他 沒關係繼續愛他 常常都挑戰 所以我要說 不是我相信這種心情 不是只有我 應該每一個人都很經歷 每一個人都很經歷 好我們一起來唱一首 文藝的詩歌 這首文藝的詩歌 剛剛我們大家有練習過 那我今天很感謝陳欣 你知道嗎 這麼小的孩子就可以不是誰 然後原來喔 這首歌喔 他那個跟我說 他這首歌 他還沒辦法電當的時候 欸我今天一聽 哎呀不得了 會了耶 然後爸爸又陪同 感動 你看喔 要再給教育小孩 他就是這樣陪 我覺得這是一個感動喔 你的理由修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教育就是這樣 你看喔 把你的孩子身邊都陪著他 帶著他一直走 我相信孩子是會很大的不同 會改變 那我相信經過這一次他 你看他在練習過程當中 他就成長就學習了 我們要唱這首歌 向前走走在上帝的光明中 我希望我們的生命人 每天都走在神的光明中 因為你是光明之子 你不是萬惡之子 你不是萬惡之子 你是光明之子 所以我跟你講喔 如果人家看到你 看到萬惡啊昏倒 有沒有 不是看到啊嫉妒 我在你身上看到嫉妒啊昏倒 基督主怎麼會這樣 可是每一人都會嫉妒不是嗎 所以我跟你講不容易 我們一起來學喔 不可能都很厲害 但是呢 就是今天要比昨天的情況 OK 我們來唱這首歌 謝謝 我們將在小地匡名中 向前走,向兵方名中 將前走在小地匡名中 向前走,向兵方名中 將前走在小地匡名中 我們上前 我們就在小地匡名中 我們上前 我活著在下的光明中 好 希望每一人生命之走在什麼光明中 一起來打歌 天父求你幫助我們能夠分辨 我們的生命到底是從屬地而來 還是從屬天從整的智慧而來 讓我們迎變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的屬性的人 求你幫助我們有清潔 有和平 有柔順 溫氧柔順 還有憐憫 還有多劫善果 跟沒有偽善 沒有偏見 這些都是從省而來的智慧 全力幫助我們每天能夠活出你的樣式 活出你合省心理的樣式來 教導我們這會很厲害 合一的孩子 這樣禱告 不是奉靠其事的禮求 阿們 好 各位我們真的是有從省那裡來的智慧 我們接下來要來金句啦 來 花育我們一起來一杯 為唯獨 從上頭來的智慧 現時清潔 後世和平 分量流順 滿有編憑 多節善果 沒有偏見 沒有講愛 來 我們主要來的智慧 來 我們主要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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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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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要去省可能性沒有智慧 與全大樓ными身 Officlights 兩 Prizes 上頭來的智慧 並且從天前來的智慧 接下來我們要來奉獻 比如說誰要一起奉獻 那如果你們還只是只有主不明白 那麼可以有 會有